過關飛有跑得很快 4倍落到37元 還有綠燈就是龍場 11倍落到83元 現場初期跑得很快 最熱41元 去到很快都已經見到強中霸的飛 不停下了 32元可以跑 次熱滿就5倍 跑得很快 還有57元是其重的 其他新勝利65元 10隻 這部中間其重蠻快 另外還想搶上來的馬 當然還有跑得很快 在近一面上 開面還有新勝利 近一邊搶了一個好位 浴城名區 接著的馬 才看到的得勝非反 再接著才上來的馬 有強中霸 有所敵目標 龍場留在最後3個位置 接著有機緣熱艷和包美就是威霸雄 組短算是略略快了,看看中間會拖幾多 打起來始終都是新勝利 後面我們看到忍不住,其中又在二跌拍著它 最後的馬就跑得很快,躲在玻璃的位置很好 接著才到玉城明區在第四 後些的馬才到德勝非凡在內欄 然後馬才看到有鎖定目標,在中間仍然保持著 在外面就看到大熱門的強中霸 然後看到有龍場 開始的時候都慢慢移到外面找生位 後些才看到機緣熱艷退後,威霸雄走回前一點 整堆馬前頭到尾都是七、八個馬位左右 這時候開始步速慢慢加快 現在看到旗艙啪上來,搭著新勝利 開邊突然有隻馬踩油,是鎖定目標很大 博奇能在中段發力這樣繞上來 開邊我們看到強中霸都望空了 在外還有這個龍場 來到這裡看到旗艙有少許優勢 旗艙啪著鎖定目標已經過了 開邊追上來很厲害 這個龍場難道同主又同晚上 起碼來到這個龍場就猛追鎖定目標 最來最都追不到就鎖定目標贏了 跑第二名是龍場,一對澳洲騎士包辦連贏位 第三是旗艙,第四是威霸雄 恭喜了,博奇能終於開齋了 不是我的,我也開壺了,只是講貼士 笑話爆掌 龍場和鎖定目標,鬥到這裡 鎖定目標今天是跑得很漂亮的 你的策略很聰明,轉彎 覺得差不多要走了 因為這隻馬就不是一隻很有喘勁 你看到它是比較腰身長大步的馬 翌日會再跑長一點的 它寧願早一點的法力 比讓你和大家一起鬥衝 對呀 這個就是在那個 為什麼會有時看到騎士在那個 駱山轉彎的法力呢 就是你要配合到馬本身的性能 你不是說每個人都 譬如說好像放在這個跑得很快 今天這個跑得很快 沒有藉口了 這個真是好位 稍稍就反而是那隻奇重 我覺得早段的時候 其實是小小搶 迫上前面,迫得急了 其實如果他不是這樣搶了上去 反而應該是 跑得很快 和新勝利在前面 就是爭取領方的位置 反而他可以放進去 跑得很快的位置 當然他也是現在第三 最如意當然就是 放在一個德勝非凡的位置 或者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是最好的 我想他回來 他起碼有一段衝 就不會輸給龍場所謂的目標那麼遠 就是以往的馬都不是說 放到那麼前 望空全程 均速走 這樣 那你從這裡開始 一二出來 搞定你吧 博奇能 強中霸都沒有跑錯 沒有啦 在馬那樣上下 老了年紀大 有時候真的要配合 那個場地 可能他年紀大了 能力慢慢減弱 又要有些場地幫助 因為上季馬跑得好 那場又是濕濕的 你看看 不過現在